今天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 作为中外著名学者 围绕中华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题 共同进行深入探讨 不少学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中华文明传统智慧的结晶 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教授钱承旦表示 中华文明的包容精神 有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文明 国家和民族的和谐相处 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提供中国方案 我想你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来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 就是所谓的天下大统 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意识到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本次学术论坛将持续两天 国内外知名学者还将围绕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 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多元文明的交流互建等议题 展开对话与交流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